哇 各位网友 富坚一博 富刊啦 Hunter Hunter 猎人的漫画 继续讲解 那么首先 非常感谢富坚老师 在这种情况下 他现在只能这样子躺着画画 也给我们富刊 非常感谢富坚一博老师 带给我们这个 非常 非常有趣的 冒险故事 然后我要讲解的是 这个 在那个漫展里面 那个绘画展里面 他 首次 公开 拿出来的这个念力系统的 说明笔记 首先先给你们看一下 什么是念力 念力主要分为六种 这个是 富坚老师 这个是他的漫画形象 念力分为六种 强 变 巨 特 超 放 然后这是 一个 一些网友 做出来的 发剑戏 非常有趣 强化戏呢 就是这种 头发会增 增长 增直 变化戏 变化戏 就会变 头发会变化 放出戏 戏就会把念力全部放出去 那么巨穴化戏就是 会根据你的 想象力 把念力 呃 变成某些东西 操作戏呢 就是 将你的念力 变成 可以操作的 物体 特质戏就是这个 变成 超级赛亚人 特质戏是 与众不同的 我们都知道这个 念能力的 系统是根据 个人的性格 产生变化的 比如说强化戏 那个性格 就是比较刚直 变化戏就是 像Kirua那样子 比较 会容易 性格容易产生多变 那么特质戏呢 它是跟血统有关的 好记住了啊 这个特质戏呢 就是跟血统有关的 跟你 也是天生下来的 但是跟性格是没有关系 是跟血统有关系 再来看就是这个 先来看这里吧 富洁老师给我们标记出了 出现过的人物 那么 会长呢 会长就是强化戏 还有瘟筋 还有瘟筋 还有那个下棋的校女 他也是强化戏 那么Gong 就是强化戏 不用说了 这个 Biski Biski是变化戏 这些是 纯的 纯的 强化戏 纯的变化戏 Hissokka也是变化戏 这个 蚂蚁 蚂蚁第二军 也是变化戏 具现化戏 具现化戏的 是这个 橱链石 炸弹 还有这个 旅团的那个 黑头 还有 杠的 师兄 这个 也是旅团的 都是 具现化戏 橱链石 居然是 具现化戏 接着是 特制戏 特制戏首先是 Narika 然后是 团长 猫女 还有 写未来的那个 黑帮老大的女儿 这个居然是 特制戏 是我没想到的 然后是 一鹿米 一鹿米是操作戏 还有 蚂蚁军的第3将 还有 白烟 也是操作戏 放出戏是 放出戏 蚁王是放出戏 还有 Kilwa的爷爷 他的爸爸 都是放出戏 空间 放出戏 这个是 这个是 贪婪岛的游戏管理者 也是放出戏 就是和 杠他打白球的那个 然后开始看 这里了 念的修炼度 有四个平级 然后这里属性圈 属性圈就是指这里 这是新增加的 念能力的 这个 新的属性介绍 最中间的 就是 吉 接下来就是 天赋 秀 优 分为四个等级 念能力 每个体系 都分为有四个等级 念能力系统 所以有四个分别 就是我说的那个 就是我刚才说的 分为四个等级 天生的 系统 学习的速度 身体能力 精神方 精神力 综合 也就是说 我们再来看这里 会长的是吉 然后窩金的是天赋 强化系里面 会长已经修炼到了吉 也就是 强化系中的最强 窩金是天赋 然后这个 下棋少女也是天赋 而共呢 是 在跟蚂蚁 打的时候 是优 只是优 优呢只是 看一下 优只是最 最外面的那个 属性圈 到了刚输的时候 就变成了吉 然后他现在是能力消失 这里标记出来 傅权老师在这里标记出来的这个 这个 等级 念能力的等级 他这里说 是限时点的评价 限时点 这个很重要 这一点很重要 也限时点 这个限时点 就是说 他是 现在 现在评价是 这么高 但是以后 会如何呢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接着说 现时点天赋 评价能力者修炼对不足 他会从 他会从秀 会滑落到幽 也就是说 你如果 你如果不再继续修炼 很容易 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很容易就会 你的 也就是说 大家都在 进化 如果你不进化的话 你就会很快 会就会 掉落下去 这个非常的 接近我们的现实 现实就是 如果你不学习 你不 增强自己的话 那么很快你就会变成一个废人 接着看这个 集 这个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会长 他到达了 他修炼 强化系的念力 到了 最高 最高等级 只是说 他在这个 技术 在 念 强化系这个念 达到最高等级 并不代表说 以生俱来的才能 也就是说 每个人 以生俱来的才能 最高值 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 比如如果 弓的才能 以生俱来的才能 比 要强 强的话 那么他们两个 都 修炼到了 强化系的 极的话 才能 更高的 弓 会比 更强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 接着是 就说这个 单系统 这些都是 单系统 这些列出来的都是 单系统 就是他 只能 只能够修炼 六种系统里面的其中一种 单系统 属性圈 这一个的意思就是说 单系统的人 能够更容易的 修炼到 属性圈里面的 极 就是说 单系统能够 更容易 修炼到极 势力就是 杠在 精神 他在 极限的 精神 状态下 瞬间达到了 强化系的 极 刚 刚书的 实力就是 强化系的 极 他都说 诗约 但是由于 诗约 念 这个强化系的 念能力 也失去了 这里 重点就是 这一个 在极限的 精神状态下 要修炼到 每个系统 念力属性的 极呢 是有一些条件的 这个极限的 精神状态下就是 产生 关键条件 修炼到极 那个 人要 除了努力外 运气 和有 契机 这些其他的因素 都有非常大的关系 就是说 就跟这里 就跟这里 杠是一样的 他因为 他认为 自己害死了 开头 在 极限的 精神状态下 因为这件事 触发了 他瞬间 修炼到了极 也就是说 一开始他是从以后 一般人如果通过努力的话 不一定能 就像 他一直努力 一直努力 努力了一辈子 也有可能 修炼不到 极 他是有一些 一些 非常 其他的要素 才能 使这个人 修炼到极的 当然努力 是 必须的 但是除了努力 还必须要有其他的 条件 才能修炼到极 然后这个说是 双系统 双系统就是 在这里的 很典型的就是 Kiru 他是双系统的 强化系和变化系的中间 有双系统的人 经过一定 时间的 修炼 他可以 达到 他修炼的那个 系统的极 也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Kiru 如果他修炼 如果他 一直修炼 强化系的话 那么他可以达到 强化系的极 如果他一直 修炼 变化系的话 他可以修炼到 变化系的极 这就是双系统 但是呢 他修炼到极 要比 单系统的 修炼 达到极的条件的因素 还要更多 他虽然能够 两个系统都能修炼 到极 但是 比单系统的人更加困难 再来是这个 双系统 中间 双系统 也就是说双系统的人 长期 长期修炼 与生俱来的 系统的话 就可以 就可以修炼到 属性圈 这个的意思 就是 再拿 Kira做例子 Kira的 与生俱来的系统 应该是变化系 如果他一直 修炼变化系 就可以 达到这个 属性圈 就可以进一步的 加强 这个 没什么意思 这一句话 然后这里 特制系的能力 和 和其他系统 是不同的 主性圈 中的位置 特制系 和其他 系是不同的 比如说 特制 特制系 他现在 从 优 修炼到了 天赋 按如果 如果按照 强化系来说 从优到天赋 那么他的强化系 威力 是更强的 但是特制系这里 却 却看不见 就是 就是这个意思 特制系的人 从优 修炼到了 天赋 他也 完全 不知道 厉害到哪里 基本上 没有变化 但是如果是 强化系的话 比如 杠 他一拳的威力 从优到天赋 的话 优 只能 打一个 小石头 那么到天赋呢 他就可以打碎 这么大一块石头 这就是威力的 变化 特制系是 没有这种变化了 六属性当中 本来特制系 就是说 刚才 刚才我所说的 他学 他跟其他的体系 学习一样的 时间 学习一样的 努力程度 但是 别的体系 可以 明显的看到 自己变强了 特制系 却 完全没有变化 就是因为 这种 不利的 位置 就这种 性质 让他在急 觉醒的 时候 就有可能 他会突然间 就 觉醒了 觉醒到了急 他一下子 他一下子 他没有那个 强弱的 变化 感觉 他一下子就可以 修炼到急 这就是特制系 然后 这种 这种修炼到急的 是非常 复杂 也是未知的 特制系的人 修炼到急 的话 是很难琢磨的 不知道为什么 就突然间 特制系 就修炼到了急 不可 不可预测的 这就是特制系 修炼 修炼这个属性圈的 特制 讲完这一招 然后再讲 下面这一招 这里是 画展里面 工作人员 把 附坚易博的 草稿 拿出来 这是附坚易博的 原草稿 详细列出来之后 就变成了 这样子 跟 上面这一张 刚才说了 就只有 两个系统 中间 正中间的人 才能修炼 才能够有可能 修炼到 两个系统里面的 急 就是说 Kirua和 这个 Maki 他们两个 才有机会 修炼到 两个系统的急 像这个 信长呢 还有这个 鬼婆 这两个人 是不可能 修炼到 变化系的 急的 因为他们 没有在中间 他们只是 靠近 强化系这一边 同样道理 Lelio也是 不可能 修炼到强化系的急 他最多只能 修炼 放出系的急 但是 他没有 没有 纯粹的 放出系 所以 他修炼到急 也是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 困难的事情 基本上 不可能修炼到急 值得一看呢 就是 金 他的系统 是不明的 然后 库拉皮卡 他也是 双系统的 他有 具现化 还有特制系 两边他都能 修炼到急 接着来看这里 主要就是 这一句话 也有可能 后天 多出了一个 特制系 这句话是最重要的 后天 变成特制系 这是最重要的 一句话 在这个 念义系统里面 这是最重要的 一句话 变成特制系 但是 极其稀有 这几句话 就是说 双系统 他可以 学的 两个系统 两个系统 他都能学 但是呢 他 学习 与生俱来的 系统 就会比较容易 修行的方法 这里举例到 方法很重要 修行的量 生活环境 生活环境 这里很重要 生活环境 身心的变化 身心的变化 都是要素 那这句话 也是很重要的 这句话 跟这句话 那这两句话 就是最重要的 这两句话 就能 找到 主角 他失去 念能力之后 接下来 故事 会如何 他接下来会 如何在 黑暗大陆里面 继续扮演 主角的角色 这里 后天 后天 产生特制性 那么 后天如何产生 特制性呢 这里就给我们一个提示 他说 富坚老师 他现在所标记的这些 念能力体系 会发生 变化 如何 也就是说 刚 他 会从现在的 强化系 念能力消失的状态 变化到特制性 他会到了特制性这里 然后这个过程呢 就和 方法 这里提到的方法 修行中的量 生活环境 身心的变化 有关 是不是 突然间 豁然开朗 然后我从 之前的漫画里面有找到一些 线索 从这里开始吧 刚知道自己 失去了 念能力 这里念能力指的是 强化系的 念能力 他说 使不出气 然后金就说 不对 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说 杠见到了 金在那个 世界树的顶端 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金有看见 杠的气 恐怕只是你自己 无法看到罢了 这里就 已经 铺垫了 杠他 只是失去了 强化系的念能力而已 但是呢 他还有一 他有 特质系的念能力 突然间产生了 突然间产生了 特质系的念能力 近是能看到的 然后他把 这个话题 就 引到了 帮助 杠 激发特质系 信念能力的 点子上 也就是说 你从归于平凡的 结局已经很好了 从归于平凡 这个平凡指的就是 失去强化系这个念能力了 而静呢 就 安排 杠回金鱼岛 为什么要安排他去金鱼岛呢 这里 竟是有 有意安排的 因为在金鱼岛里面 刚才所说的 修行方法 生活环境 身心的变化 对 杠 修炼 修炼特质系 有很大的帮助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来看一下 烈人漫画的 第一集 就是 在金鱼岛里面 在这个金鱼岛 金鱼岛也是一个伏笔 先来说为什么 杠在金鱼岛 可以修炼到特质系的念能力 在第一集 这里有提到 杠当时是想要接近这个 熊宝宝 然后熊 熊妈妈就出来 保护熊宝宝 基本上可以 判断 熊妈妈非常的 杀意 想要把 杠干掉 但是杠呢只是想 跟这个熊宝宝玩 这是 这是他拿来的食物 然后 然后开拓就刚好路过把这个熊妈妈给干掉了 干掉了之后呢 三年之后 他的特质系就是驯服怪兽 他的特质系就是驯服怪兽 相信大家对这一幕 还记忆犹新吧 就是 金 当时 坐在他的座骑上 然后 他的座骑 再坐着一条龙 这一幕非常的震撼 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 把我整个心脏都吓出来了 在这里 金呢 他也有特质系的 那个念能力 就是富利式血脉 只有这个富利式血统 才拥有的特质系念能力 也就是 跟怪兽 跟真兽 对话交流的念能力 简单的说就是可以驯服 怪兽 这就是 杠 接下来 他要修炼的特质系念能力 接着还要讲这个 Netherlaw 他 因为只有 仅仅只有强化系的念能力 当他去到黑暗大陆的时候 他的念能力 在这里完全不管用 他只是去到了黑暗大陆 然后他就 立刻回来了 他并没有在那里 做过什么 这里也就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 念力的六大系统 在黑暗大陆 已经是 在黑暗大陆 念能力 人类最高的 智慧知识 念能力 在这里面 在这个环境里面 是已经没什么用的 只有 在这里面要超超越 要在这个环境里面 适应的话 只能够超越 念能力 那 其中的五大属性 然后最后就讲到 富丽世 东 富丽世 东富丽世 他 曾经到过 黑暗大陆的 东边 在那边 充分的探索 然后写下了这本书 就是因为他的 血脉 他拥有 可以驯服怪兽的 特资系 念能力 所以他才能在 黑暗大陆里面生存 适应这个环境 然后呢 最后要讲的就是 黑金号和金鱼岛 第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 他们所建造的船 是模仿金鱼岛的模样 做出黑金号来呢 这就是一个 象征意义 只是一个象征意义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金鱼岛 其实 才是 通往黑暗大陆的工具 这个金鱼岛 这个金鱼 其实就是一个生物 这是一个生物 这是活生生的生物 这是 东复利市 在黑暗大陆里面 驯服的一个金鱼 他从黑暗大陆里面回来 就是通过 这个金鱼 回到他们的 世界里的 这个就是通往黑暗大陆 他在 黑暗大陆里面 驯服过来的 黑暗大陆的生物 好这里先讲到这里 希望我的发现 还有理解 能够对你有些帮助 чем用来的 请不吝点赞 尿免